男人意外获得了一本死亡笔记 只要被他写进去的人都会意外死亡 可因此自己的寿命却只剩30天了 需要不断地写各种都市传说才能活下去 原来男人本是个普通大学生 可是不久前在大学老图书馆 被莫名其妙的声音吸引 神识鬼拆地从书架上拿到了一本书 是一本名为都市传说实录的笔记 随后笔记进化成了项目 而男人最后却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替代了一名叫袁真斯的高中学生 而他父母空难双亡 还好留下的遗产和赔偿让不一事无忧 可当他看到笔记上的字时 心又跌落到了谷底 没想到他的寿命近只有30天了 还好笔记载 只要撰写出各种都市传说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善恶点 从而能增加他的寿命 可他后来发现 写在笔记上的传说境都会变成真的 就比如最近一次 他根据隔壁男的经常家暴而产生灵感 写下了一篇名为缝隙中的视线传说 据说2020年网络上突然流传出一张巨大眼球的照片 只要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看到 至此之后 就会不断地从任何缝隙中看到一个眼球 最近就有一个因为受不了这种状态 直接硬生生拔掉了自己的舌头而死 而袁真思因此获得了两点善恶点和370的传说点 从而寿命也长到了92天 可让他愁的是 目前急需要找灵感血腥的传说 不然时间过得很快 到时候嘎的就是自己 第二天放学正准备回家时 发现正有一群人在霸凌一个学生 袁真思直接爆出口 你们五个打一个还要脸部 领头的没想到有人敢管闲事 转身就提着棒球棍走了上去 可其中的小弟突然叫道 袁 袁真思 随即直接拉住领头了 老大 他就是上次把我们五个 打得三个进了医院的人 到现在有一个都还没好 领头的顿时气焰尾了一半 随后更是直接把棍子扔在地上 突然发现肚子饿了 走我们去吃饭 随即一群人就这样离开了 眼睛难激动地感谢袁真思 可袁真思心里却笑道 还要感谢你啊同学 是你让我有个灵感 随即回到家中 就开始上网搜索校园霸凌的新闻 没想到校园霸凌竟然无处不在 而之所以被欺误 往往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 随即决定给这些被霸凌者反抗的武器 于是在笔记上开始书写新的传说 传说每到深夜十二点 在一个叫地狱通信的网站上 写下最痛恨之人的名字 就可以见到来自地狱的黄泉少女 而她会把你最恨之人拉入地狱 这个女孩为了报复欺负自己的同学 哪怕是死后会下阿比地狱 也要与黄泉少女签订诅契纪约 原来这一切源于网上流传的一个传说 传说午夜十二点 打开名叫地狱通信的网页 在里面输入你最痛恨之人的信物 就会见到来自地狱的黄泉少女帮助你 而女孩因为长期被同学小慧欺负 跑去告诉老师 却被老师说成一个巴掌拍不响 肯定是自己惹的别人 而告诉母亲想要转学 却被骂不听话 这么好的学校别人想进还进不了 这时的女孩已经感觉无人可疑 碰巧看到了网上关于地狱通信的帖子 于是抱着长室的心灵 没想到真的在十二点打开了网页 随即输入了小慧的名字 可她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最后在做出一番挣扎后 果断地按下了确认键 可信息提交几秒后并没发生什么 女孩绝望果然都是骗人的 谁知这时几声滴答滴答声在脑中响起 而脑袋则晕乎乎的 接着下一秒就听见一个声音 是你在找我吗 女孩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幕 自己竟然在一片彼岸花海中 而面前则站着个少女 女孩唯唯懦懦的 你就是皇权少女 没错的 我就是来结束你的噩梦的 随后直接递了一朵彼岸花给女孩 只要你摘掉花瓣 就意味着和我签订了契约 而我就会把你怨恨之人拉入地狱 可她随后的话却又让女孩惊恐无比 不过完成契约后 你的灵魂也将坠入地狱 因为诅咒他人也是加重自身的业者 所以是否摘掉花瓣 还是你自己的 女孩此时十分害怕 因此并没当场摘掉花瓣 可是刚回到学校就又被小慧欺负 而且还录着视频说她怎么不去死 女孩忍无可忍下 从书包里拿出了那朵彼岸花 直接一把就扯掉了所有的花瓣 下一秒她就见到了惊恐的一幕 小慧竟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路 随后这件事被城市特殊科长官亲至关注 因为至今为止已经死亡超过200年 当他们找到女孩了解情况时 发现女孩的胸中有一团黑色骨 明显就是被诅咒的代价 随即亲至直接走了上来 右手上突然蓄积了无数的能量 一旁的助理顿时一紧 大人这是要用能盗取一切的行妾之手 可施法者的代价 却是要失去自身的一个器官 可此时亲至直接开始了窃取 谁就下意了 女孩身上竟迸发出强大的气息 直接震碎了窗边的玻璃 而此时学校的某处 放在了黄泉少女传说的奶奶 突然感受到了能量波动 是谁在动我的东西 男人明明只是一名普通高中生 却只要在笔记本上写一个传说故事 那么就会在现实中变成真的 而如果因为这个传说死了罪恶的人 男人就会相应的增加寿命的时间 可此时男人发现 与黄泉少女签订契约的女孩 正有人在帮她解除契约的诅咒 男人顿时打开天眼查看情况 却没想到被哪有特殊能力的女人给发现了 当即躲在了柱子后面 可不曾想 女人静走了过来 而且越来越近 这时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终于找到你了 接着男人的脖子就被一把锁住 可没想到却是灵异社团的同学 真是虚惊一场 不过刚好躲开了女人 随后男人被夹着回了社团 接着二人就说要给男人看的大新闻 没想到竟是说的黄泉少女 男人心里顿时无奈 这可是我一手搞出来的 可这时突然发现论坛进不去 连手机也登不上去 男人知道看样子论坛被封了 突然他想到 不会地域通信的网页也被封了 那可不行 自己还得靠这个活命 随即说自己有事就跑了出去 男人觉得应该就是刚刚那女人弄的 可是追出来的时候人早已经走了 必须搞清楚这女人是谁 不然会严重影响自己传说的传播速度 那自己的寿命就得不到增加 最后就只有死路一条 与此同时 手下正在给青智讲黄泉少女的论坛已经封了 可是地域通信的那个网站却没办法管 青智知道应该是有某种力量在报 于是直接命令所有人都撤出大门 今晚自己亲自来关闭那个网站 随后整个大楼就剩下青智和助手 这时青智问助手培训了几天 助手尴尬的回答才三天 青智无语上面怎么都派些新手 不过细想老手应该是死的差不多了 这时青智问助手知道幽灵 怨灵和怪异的差别吗 原来幽灵是人正常死后所挂 是无害甚至有点善良 一般都是可以被超度 而怨灵则是怨恨结合不散 如果有实力的则直接消灭 打不过的就跑去喊救兵 而怪异目前对人类来说 则是无解的存在 青智孝道 怪异不仅无解 还是杀不死的存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怪异对不怪异 而人类只能找到怪异杀人的规律 尽量避免触碰规则而死 随后青智问助手知道 他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 那就是去试探怪异的规律 这也是为什么助手是更换的最快 而此时刚好到了12年 青智已经设置好了屏蔽程序 只要按下去韧键就好 可是他却让助手来按下按 此时的助手被青智刚刚说的那些吓到 手颤抖个不停 青智服了服眼计 你可以选择放弃 或者如果死了有500万的体续金 最后助手还是克服恐惧 直接按下去 没想到突然一股能量 从电脑里爆发出来 直接震碎了大楼内其他的电脑 还好青智及时招出防护罩 挡住了飞来的碎片 而唯一没坏的电脑 屏幕上却突然出现无数的乱码 随后更是出现了一张空洞的人脸 是你们在找我吗 女人的电脑屏幕上 突然出现一张恐怖的脸 可女人并没有害怕 反而露出了惋惜的样子 原来是亲自在准备关掉 地狱通信网站时 没想到最后竟然失败了 随后更是突然出现了这张脸 而且感觉是在警告他 不要再想着关闭网址 这让他更加感觉到糟糕 因为这是特殊科成立以来 第一次遇到有智力的怪影 于是立马拿出特殊通信装置 打给了特殊科的同事 随后告诉了他这里发现的事情 而这位同事则正在调查 网团眼球照片的案子 二人感觉两起事件存在关联 于是决定放在一起调查 与此同时 原真思在得知 黄泉少女论坛被关闭后 就担心地狱通信的网页也会遭殃 于是决定在12点的时候 看看是否会登不上去网站 随着时间来到12点者 原真思立马紧张地 输入地狱通信的网址 没想到的是 网站登录成功 看来他们应该是没有能力关闭 这时死亡笔记上也显示了几行字 原来那女人是特殊科的亲子 不过她关闭网站没有成功 原真思高兴地大呼了口气 还好网站能正常登录 不然自己的小命就不保了 不过她还是担心特殊科的人会葬事 随后在网站上查询他们究竟是作品 却发现根本就查不到任何信息 于是她决定先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可之前把灵力值加到80就疼得死去活来 不过目前只有提升才能多一份自保能力 只能强行再试试 当她加了一点灵力值后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 反而身体竟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同时感觉自己哪里在膨胀 此时笔记上突然显示 由灵力一阶晋级到二阶 随后袁真思静发现 自己的灵魂居然在不断的膨胀 而且感觉浑身变得越来越轻易 同时无感也变得更加敏热 这时她突然发现 衣柜里好像有什么在盯着自己 随即慢慢地打开柜门 壳里面除了些衣服 就剩下的纸箱了 而这时袁真思发现 箱子竟在不停地抖动 难道是小猫小狗 随后她小心翼翼地爆出箱子放在地上 然后慢慢地打开箱子 可突然她眼睛瞪大 接着猛地抬腿一脚 直接把箱子踢飞很远 这时从箱子里竟爬出来无数只眼 而且还发出妈妈妈妈的声音 男人本来是黄泉少女的主 却没想到 竟有人委托黄泉少女来杀男人 原来是袁真思升级到二阶时 却发现柜子箱子里有东西 竟是无数只眼睛的罐 原来她是最近杀人眼镜图片传说的主人公 而她相当于是袁真思制造 所以就把袁真思当做了妈妈 可袁真思给她喂吃的时候 她却躲进箱子里不敢看袁真思 这时袁真思的手机突然响起 竟是社团的喊她快点看发给她的链接 原来是有主播正在直播爆料黄泉少女的规则 袁真思立马打开电脑观看 而此时那个主播正在讲 为什么有的人登陆地域通信后 输入名字 黄泉少女都不出现 所以都以为是假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你们没有达到召唤她的条件 想要见到她 心中必须要有强大的怨恨 而且还要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袁真思没想到 这个主播还不简单 真摸清了黄泉少女杀人的规则 而此时主播家里楼下 特殊科的亲自和另一位红毛正在看直播 随后亲自对着麦发布命令 听我命令 随时准备掐断直播 直接抓人 红毛笑道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亲自严肃回答 很有可能 要知道 前两天特殊科找了几个罪犯来尝试 都没见到黄泉少女 当时我还觉得奇怪 现在看来 那些罪犯应该是心中的怨恨不够强 红毛惊讶 没想到这个没有灵力的普通人 竟能摸清规则 亲自笑道 要知道有些人可是比有灵力的监察者都强 而这时十二点已到 只见主播直接点下了确认键 果然登陆到了地域通信页面 顿时评论区都炸开了播 可此时 主播却调整了摄像头 不让观众看他输入的是谁的名字 随即他紧张地输入了几个字后 立马点击了发送 就在大家等着看黄泉少女会不会出现时 主播却突然结束了直播 顿时观众的问候语铺天盖地 而袁真思则直接拿出笔记 准备在上面看一下后续 可这时 他突然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 立马回头看去 却没想到 竟然是黄泉少女 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男人只是因为没有帮被欺负的同学 谁曾想 同学竟因此请黄泉少女把男人拉下地狱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人居然是创造黄泉少女的人 原来袁真思本来在看主播如何召唤黄泉少女 可没想到 黄泉少女竟然出现在他身后 原真思疑惑 我是创造黄泉少女传说的人 竟然会被人用来杀自己 随后他看着黄泉少女 你现在是来带我下地狱的吗 黄泉少女突然开口 大人你误会了 我的存在都是你赋予的 所以你是可以左右规则天平的人 你可以让契约作废 或者奉献你名字那人下地狱 原真思听完大呼一口气 还好是这样 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随后问黄泉少女 那是谁想要我下地狱呢 秦小山 原真思疑了 秦小山是谁 不过不管他是谁 现在如果放过他 他要是到处去说我没死 万一传到特殊课尔里 那我就要被盯上了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随即对黄泉少女下命令 那就让他下地狱吧 接着又说道 不过我要先见见他 问问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 随着黄泉少女的施法 秦小山突然出现在了黄泉的小船上 一脸惊恐地看着四周 这是哪里 黄泉少女 我怎么会见到你 你不是应该在送原真思下地狱吗 这时带着鬼脸的原真思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你就是秦小山 你为什么要杀原真思呢 秦小山大吼 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都签订了契约的 你们怎么履行 这时突然无数的黑气缠住了他 而黄泉少女凑到他面前 回答大人的问题 不然现在就让你下地狱 我说我说 原来是白天秦小山又被人欺负 而原真思刚好路过 他立马请原真思帮他 可是原真思只说了句没空 就跑走了 随后他就又被抱走 最后更是直接被锁在了杂物街 一直到深夜都没人来 而且他妈妈没有问他怎么不回家 反而去打麻将去 那一刻他突然憎恨世界上所有的人 于是拿起手机打开地狱通信某一 要把这些人名字都写进去 可是突然脑中闪布一个人脸 一边揍他一边说 要是敢把他写进黄泉传说里 就打死他 不过他也想知道黄泉少女是不是真的 让秦小山可以写下原真思 毕竟原真思没有救他 失去理智的他果断地发送了原真思的名字 原真思听完很无语 就这样你就怨恨上我了 你要知道 当初我创造黄泉少女 就是因为看到你被欺负没有反抗之力 想要给你们这种人站起来的力量 可没想到啊 你竟然把手伸向救过你的人 既然如此 你就去地狱洗涤自身罪恶吧 借着现实中的秦小山顿时失去了生命体征 与此同时 克舒科的亲自看着手中的黄泉花 让红毛用他的能力试试能不能摘下来 没想到不仅没有碰到花瓣 手反而还被烫伤了 随后决定不浪费时间 直接回科里再研究 而这一切都被袁真撕在笔记上看到 你们还真是紧追不放啊 看样子得陪你们演场戏 男人明明知道见到黄泉少女必死 却还让仇恨他的人与黄泉少女签订契纪约 然后把自己的灵魂抓进地狱 原来他是想以深入局试探黄泉少女的具体情况 而因为红英刚加入特殊科室 一次偶然发现有个女孩的身体被怪异占据 于是就直接当场嘎了他 那怪异还吐出人眼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而女孩的父亲并不知情 只知道是红英杀了他女儿 所以他非常想要红英死 这刚好符合了见到黄泉少女的条件 于是红英拿出手机打开地狱通信网页 现在给你个机会杀我 只要在这里写上我的名字 我就会被拉下地狱 而这时一旁的轻质则让大家都先出去 助理不明白为什么要出来 轻质说这涉及到特殊科的最高机密 原来以前出现过一个叫死亡档案的怪异物品 只要把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写进去 那人就会立马死去 特殊科很多人都因此丧命 所以后来所有人都是用的带好 个人资料除了科长 任何人不得查阅 包括粉丝老爷们 助理听完一惊 那不是说 刚刚那个男人会被灭口 那人本来就是个死刑犯 这样做算是赎罪了吧 而这时 屋内突然爆发出一股能量来 轻质立马打开轻眼 顿时一惊 这就是黄泉少女吗 此时只见黄泉少女 正把黄泉花送到男人手里 随后他眼中突然爆发出一股能量 轻质瞬间感觉眼睛一阵刺痛 然后再也看不清里面发生的事 随后他紧张的推开门 而里面只有一地的黄泉花瓣 以及一脸惊恐的 已经失去意识的红英 与此同时 地狱世界里 红英灵魂被无数的黑气捆绑 这就是地狱吗 也不怎么可怕吗 这时突然一个脸凑了上来 你觉得很好玩吗 而此时不远处的原真思青态 既然你们赌上性命都要来试探 那么就让你们吃吃苦头吧 随即发号施令 动手吧 接着只见黄泉少女 突然一直点在红英眉心 红英顿时像是掉入了无数的手堆中 接着就感到了灵魂要被撕裂扳头 而她的面前则出现一张具体的鬼脸 男人明明已经被拉下阿比地狱 可转眼间 又在现实世界活了过来 原来男人有特殊技能影子替身术 此时亲自问红英到底发生了什么 红英一想到刚刚经历的就无比恐惧 当时醒来发现和黄泉少女在一条船上 同时被无数的黑气绑 随后突然被黄泉少女点了眉心 接着就见到了一张巨大的鬼脸 那鬼脸说道 擅闯地狱者 你胆子可真大呀 然后就被鬼脸抽走了勇气 胆量和意志力 最后来到了一个深谷瀑布店 接着就随着船一起掉了下去 到下面才发现 原来瀑布之下才是真正的地狱 那时候的自己 就感觉像是一个孤魂野鬼一般 被无尽的黑暗吞没 要不是在意识快要完全泯灭时 用特殊技能影子戏法代替自己死去 自己现在估计已经是一具冰凉的尸体了 而且最可怕的是 之前清智的猜想没错 黄泉少女真的有意识 并且她像是知道我所有的计划 但是却没有要我的命 好像是在警告我不要再去调查了 此时红音无比惊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清智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立马要向上级汇报此事 与此同时 黄泉少女呆呆地看着笔记 大人 我们真的就这样放过她了吗 原真思无奈 杀了她会带来大麻烦的 主要是警告一下 而且让他们摸不清你的规则 不过笔记上说 他们已经报告给上级 并且把你列为了灾难极怪 而这时黄泉少女突然问她 大人 笔记上写的神是什么意思 原真思也是一经 克书科竟有这种东西 不过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呀 与此同时 克书科地下三层 一个手拿黄泉少女资料的人 揮开了其中的一间房间 不过里面竟只有一张桌子 而桌子上则摆着一个听筒 随后男人将手中的资料放在桌子上 拿起听筒 告诉我 神吞噬了黄泉少女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听筒里传来 神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随即男人按了一下耳机开关 我同意吞噬黄泉少女计划 她本是拉人下地狱的黄泉少女 却听命于一个普通高中生 而且早被人类特殊科的人盯上 直接把她定为灾难极怪异 此时特殊科的大佬们正在讨论 是否让神吞噬黄泉少女 其中有人反对吞噬 觉得既然黄泉少女有意识 那么就是可以交流的 而其他人觉得就算交流上了 就能让黄泉少女不杀人了吗 都是那些人自己在特定的时间去的 而且诅咒别人自己也会下地狱的 对的 而且所有接触过神的一切物种 到最后都消失不见了 其实神才是最无解的怪异 这时突然所有人都看着他 他顿时知道其他人的意思 于是只能低头一切听组织的安排 与此同时 袁真斯三人一脸猛逼的看着眼前 是不是走错了 平时冷清的社团 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人了 原来是因为之前的直播 加上黄泉少女论坛被封 大家都相信存在幽灵 都纷纷来参加社团 而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你们就是幽灵社的吗 请问我的申请通过了吗 这时其他两人立马围了上去 美女你好啊 这个马上就能通过 而这时袁真斯胸口的笔记突然发光 他顿时一惊 随后感觉是从美女手机里传来的 于是问道 同学 你刚刚是和哪位朋友在聊天吗 不是的 这是一个游戏群 就是最近比较火的游戏轮道 先是几个陌生人组成群 然后随机拿到一个数字 接着按照数字讲述自己的故事 因为这样挺解压的 所以很多人都在玩 随后袁真斯回到家中 还在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自己现在凌历二截 能感受到一些非人的东西 难道那个游戏是非人弄的 这时笔记突然打开 竟然写着感应到特殊存在 一定要远离不要好奇 袁真斯没想到笔记居然发出警告 心之内一定有威胁 而这时 手机突然收到信息 竟然是幽灵社群里在聊 要不要玩那个游戏 袁真斯没想到这下躲躲躲 还俩 五人一起去废旧的楼房玩恐怖游戏 那只需要在一个密闭的房间内 每人站一个墙角面对墙壁 当一个人走到另一个墙角 去拍墙角那人的肩膀 然后就给他讲灵异故事 而讲完后 听的人又去下一个墙角 以此循环 而如果是五人级以上 就每个人站一层没人的楼层 从一楼的人开始 当一楼的人走到二楼时 拍二楼人的肩膀 然后给他讲准备的灵异故事 讲完后二楼的上三楼去 以此类推 因为妹子还带了个人 所以他们只能玩五人以上的那种规则 而袁真斯因为之前第一次见妹子时 就感觉到了这个游戏 可能存在怪异在操作 所以想劝两个摄友不要玩 可这时妹子查理查气的说 不想玩也可以啊 这么多人玩 说的好像我在害人一样 顿时两傻子摄友立马就要玩 随后五人就分别站了一层空楼 而袁真斯则在五楼 此时他看着胸口的笔记没有反应 难道是自己多疑了 过了许久 人都还没来 可好巧不巧 当袁真斯的手机没电时 近一阵脚步声传来了 可他却没有打开手电 只能隐约能看到是那妹子 这是他突然打开手机的灯 我是四号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天晚上四男一女同行 却遇到了下大雨 男的立马加快脚步 可是女孩却一点也不着急 最后到目的地时 男的都打湿了 可女孩却一点都没湿 请问五号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袁真斯却说道 因为那个女孩躺在棺材里 四个男的是抬着她的 没想到这就被你猜对了 那你去一楼给一号讲你的故事吧 袁真斯本想叫上他一起 可是他说要回到四楼 不能破坏游戏规则 可是当袁真斯来到一楼 却没有见到本该在这个设计 于是决定出去外面看看 没想到他们早就已经在外面等到了 可是这时他发现 妹子不是应该在四楼吗 可妹子表示因为太害怕了 当三号到四楼时 就和三号准备一起下楼了 本来在四号楼梯口喊你的 可你一直没有回应 立马觉得不对劲 就下楼喊上一二号出来 袁真斯顿时一惊 那自己见到的到底是谁啊 他本是创造灵异事件的人 此时却差点被灵异送去投了台 要知道他创造的小眼 只要是有家暴的人见过小眼的照片 就会被无数的眼睛折磨的精神市场 而随后他创造的黄泉少女 只要在午夜十二点写下那个憎恨人的名字 就会被黄泉少女拉下地狱 而且连神秘的特殊科 都定义她为灾难级别的怪异存在 需要请神出来吞噬她 而此时特殊科的亲质 因为对黄泉少女没有一点办法 只能想着通过制造舆论 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从而把这件事给当化 同时封锁网上一切相关的信息 随后扔给黄毛一张照片 走吧 我们已经调查到拍这张照片的人了 原来是小眼的照片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一个交往 并且抓住了拍照片的人 告诉我你怎么拍到的这张照片 原来男人是在一个网友家里拍的 当时他运动完后 就听见奇怪的声音 打开衣柜一看 竟是一个畸形的婴儿 所以就拍下来发到网上去蹭热度 并不是真正的小雨 与此同时正在玩恐怖游戏的袁真思 刚下楼就看到了本应该在楼上的妹子 顿时无比的惊讶 那刚刚自己见到的谁 不过为了调查出幕后的原因 他没有说出在楼上发生的事 而是让大家都回去吧 可离奇的是 当妹子和他朋友离开后 社团的社友二人却记不起 自己为什么会来这 只记得是准备喊严真思去网吧 根本没有妹子二人的记忆 严真思感觉不对 突然想到 会不会刚刚那妹子二人是假的 真的还在楼上 于是立马就跑进了废弃大楼 准备再去四楼看看 不过为了防止意外 他准备先召唤出黄泉少女 可是没想到 竟然怎么也召唤不出来 而这时 他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靠子 朝地上一看 蘑菇的发现地上 竟然出现了血脚衣 他立马全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 谁在那 可周围只有他的回声 随后就是可怕的安静 而当他收回笔记时 却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我好想死啊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 而袁真思则头突然无比平衡 像是有什么东西 要把自己的记忆给剥夺了一半 过了一回 反过神来的袁真思 却像是诗意一样 这是哪里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而此时的楼下 两位社友突然疑惑 我们两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刚刚好像在喊谁的名字一样 怎么回事啊 他本是创造怪异传说的人 却被怪异直接送去领盒饭 原来当袁真思发现 有两个相同的妹子时 就直接跑到了四楼去查看情况 却没想到 突然出现个声音占据了他的脑袋 最后被控制着朝五楼走去 嘴里还不停的嘟呢 我是五楼的五号 而这时手上笔记幻化的项链突然发光 随后原本空洞的演技 竟变成了正常的颜色 而袁真思也回过了神 立马想楼下跑去 同时呼喊黄泉少女和小野 可是都没有效果 而这时裤兜里的手机突然响起 下一秒袁真思的全身不能动 可身后却传来了一阵阵走近的脚步声 接着手机里突然传来声音 五号你要去哪里啊 你到底是谁 你想要做什么 我是四号啊 你难道忘记了吗 随后袁真思瞬间就来到了三楼 而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堆大盒子 几个同学都躺在里面 接着他们竟然齐齐坐了起来 随后脑袋更是转了180米 袁真思立马问他们在这里干嘛 可是回答他的只有一片忌计 而这时袁真思又突然脑袋一躺 接着就记不得眼前这几个人是谁 自己好像一直都是一个人的 随后那几人围住了袁真思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啊 白该轮到你了 这时袁真思手里的笔记项链 划落到地上 瞬间就破碎开来 而他则目光呆滞地回答好了 接着就直挺挺地躺在了大盒子 与此同时 从男人口中得知小眼照片的来源后 清智三人就找到了那个女 可女人不承认自己有个小孩 随后当清智拿出照片才承认 不过她却说她的孩子已经饿死了 清智盯着她 不会是你杀了她吧 女人连忙解释 自己出去回来她就死了 清智让女人带自己去看一下遗体 却没想到小孩竟被埋在了深山里 不过小孩真的与照片的一模一样 最后那女人还是被逮捕了 因为清智发现小孩浑身是伤 根本就是被虐待而死 红毛没想到这女的装得挺无辜的 清智却冷笑 不过她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我给她看了那张眼球的照片 而这时女人正拼命地拍打车窗 好多眼睛好多眼睛就命了 可清智回头对警察说 这个人恐怕想用精神失常来逃脱罪子 你们不要让他得逞了 这是红毛才明白 原来是这小孩长期遭受家暴 变成怪异后才专门惩有家暴的人 男人本是创造传说怪异的人 却被怪异直接送进了棺材 可没想到最后又复活了 但是却失去了几个同伴的记忆 原本躺在大盒子里的原真丝 突然睁开眼 发现自己竟回到了房间里 同时感觉有种小扑的出入 连忙跑去厕所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奇怪为什么自己竟然没有死 而且也没有什么电话 只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去废墟调查怪异 但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而且为什么自己会复活了 而这时胸口的笔记突然发光 他顿时一惊 明明记得当时是碎掉了 随后打开笔记发现 自己的寿命竟然少了一天 而这时笔记上突然显现出几行字 原来是笔记复活了自己 因此消耗了一天的寿命 第二天原真丝来到幽灵社团 发现自己的记忆中社团怎么就只有一人 可是学校要求是三人以上才能建立的呢 这时背后的柜子突然发出一个声音 竟然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眼睛妹子 原来他是来加入社团的 原真丝告诉他 社团只有自己一个人 按照学校的规定马上就要解散了 这时妹子拿出一本笔记 你们幽灵社团还有其他人 只是好像你不记得了一样 原真丝顿时一惊 打开笔记看 才发现原来当天同自己一起去的有五人 而妹子当时想要加入社团 所以就偷偷跟在后面 随后看见他们五人进了废旧大墓 而自己因为胆小就没有进去 但是妹子因为学过占卜术 预言告诉他幽灵社团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当时见他们五人很久没出来 于是就再次使用了占卜术 结果就是告诉去幽灵社能等到他 看到妹子的笔记 原真丝脑袋里突然闪过了无数的画面 接着所有的记忆镜都恢复了 随后拿了张入社申请表给妹子 让她回去填了明天交来 原真丝看着她走后 这个妹子是有能力的 不过还处于觉醒状态 她自己还发觉不了 但是应该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 提升自己的实力 经过这件事 原真丝知道 光寿命长没有什么用 这个怪异横行的世界随时都可能丧命 还得自身强才行 随后直接开始增加灵力值 心想等自己灵力提升后 就该找那个怪异算同账 男人只是在网上玩了个游戏 同伴竟然一个个的消失不见了 而且同时她也失去了他们的记忆 当原真丝增加了灵力之后 直接就晋升到了三阶 她顺时感觉无感提升了 而且好像还可以操控灵魂 不过范围大概在十米左右 于是直接伸手对着桌上的物品一系 没想到薯片瞬间飞到了她的手上 因此她确认在十米内 只要比她弱小的都会被操控 这时笔记本又有个提示 居然还解锁了新技能 可以使用创造出来的怪异的能力 而且没有次数限制 但是使用一次 就要消耗一百点传说点 如果不想消耗点数的话 将会付出未知的代价 原真丝立马觉得花点传说点挺好 随后思考 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则 让人复活的传说 结果提示传说点不够 果然这个太逆天了 随后开始回想闻到你们的游戏规则 因为它们消失的顺序 和游戏编号不一样 所以直接排除按照编号消失 而且正常都是线上加群丸 而这一切只能说明一面 那就是那里是他的老巢 而他是故意引我去的 难道是发现我是灵力者吗? 想不通的原真丝决定先回到家中 从目前来看 想要继续调查 只能再次玩那游戏 可是我是因为有笔记本而故死 其他游戏者就没有 因此很难凑齐玩游戏的人 这时小眼一把抢破手机 不停地在给渊泽点赞 原真丝突然灵光一闪 随即直接把王权少女也召唤出来 接着就带他们来到记忆中的被救大楼前 可是大楼竟然凭空消失了 原真丝怀疑 难道是他篡改了自己的记忆?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他的实力未免太过强大了 这时小爱突然说到 这里有同类留下的味道 随即一把拉住原真丝 不能待在这里 我们回家 这时小眼也不断地点头示意 原真丝顿时冷汗直流 难道你们都没信心对付他吗? 随后只能先回到家里 既然线下没有了 那就线上完吧 随即给小眼小爱讲了游戏规则 而小爱则是一号 小眼是二号 原真丝这个老六则是三号 他要看看那个怪异会不会对小爱他们出手 可是过了很久 都没有反应 原真丝突然问小爱 对了 我最近传说点没怎么增加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呢? 我最近一直没接到委托 而且我隐隐感觉到不安 也许我也会消失 原真丝还来不及思考 突然传来了诡异的敲门声 难道是那个怪异来了吗? 就在这时 门把手发出咔嚓的声音 接着门被缓缓地推开 同时一束鲜红的光在地上慢慢变大 别看小眼天真烂漫 黄泉少女都收拾不了的怪异 竟被他给吞进了肚子 原来当原真丝和小眼小爱 玩轮到你的游戏时 突然门就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 接着门竟自行打开了一道风 然后猛地出现一只爪 最后进来的 竟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一号轮到你了 作为一号的小爱同学 缓缓转过头 接着眼睛突然就变得空洞 随后和怪异进行了斗法 打斗了一阵后 小爱说道 大人我比他强一些 但是我在他的规则之内 所以我无法打败他 如果能知道他的名字 我可以送他下地狱 不然我和他 谁也奈何不了谁 原真丝无语 我去哪里知道他的名字 这时怪异突然对着小眼 二号轮到你了 原真丝心想 小眼应该也和他能打个平手 接着小眼直接先伸出双手 找出怪异就是一顿乱扯 可是却反被打了一口 疼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随后直接发疯 竟变出了无数的眼睛 接着伸出很多手席向了怪异 没想到竟死死的把他给抓住了 可谁知下一秒 小眼竟直接把他给吞了下去 原真丝也没想到 小眼强的有点超乎想象了 看着小眼一副吃饱了的样子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时笔迹又有了提示 成功收容野生怪异轮到你了 所产生的影响将累积到你身上 没想到这个怪异 加害的人竟有整整18页 最后转发为18万传说点 和1.7万山恩 同时解锁使用他的门 就在这时门又被敲响了 原真丝疑惑 难道轮到你了还有后招吗 原来是新来的邻居 听到想动就过来看看 随后还赠送了他家乡的特产 原真丝收下后 他就离开了 与此同时 清智正在跟当地治安官 沟通弃因结案的时候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治安官突然问道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特殊客 你知道我有没有孩子吗 清智无语 下长官 我们好像连朋友都不算了 怎么会知道你的家事 对不起 我只是每天浑身都不对劲 我和妻子都记得明明没有孩子 可是家里却有男孩的房间 原本以为是给未来孩子准备的 可是房间有明显住过的痕迹 零食 电脑 甚至十六七岁孩子的衣服 清智这时意识到事情的不寻常 十六七岁的学生吗 完了完了 各书科的清智三人终于找上门来了 原来是原真丝早上出门上学时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竟是新加入社团的妹子 牵语白发的信息 说原真丝所在的公寓有危险 显然是他占卜了一挂锁 不过轮到你了都被自己收上了 还有什么危险呢 而且小区这么大 怎么去排除都是问题 就在这时 清智几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好 我们是治安处的 原真丝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就找上门来了 有什么事了 你认识夏冰冰吗 就是你幽灵式的社员 当然认识 那能告诉我夏冰冰几人是怎么消失的吗 外面不方便 去我家里说吧 可红英二人直接拦住了去路 没事就在这里说就行 没人会偷听的 原真丝回头看着清智 还是去我家吧 在这里 你们什么也问不出来 还有 记得给学校帮我请个假 红英气的撸起袖子 就要揍原真丝 心智没想到 虽然打了原真丝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他居然很快就镇定下来 光凭他这份临危不乱的心子 足以耐入特殊科了 更何况他的灵力达到了第三阶段 他们的到来 原真丝刚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信息 你们应该不是治安处的人吧 而是神秘的特殊科 三人顿时一乐 他怎么知道 而原真丝却笑道 看你们表情 我是猜对了 毕竟在这怪异横行的世界 总有些特殊的组织吗 红英气得一把捏碎水杯 你就是在装吗 原真丝指了纸杯子 这个一千块 就是破玩意要这么多 你怎么不去抢 好了红英 我们会补偿你的损失 不管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的确是特殊科的 好了说说夏彬彬他们的事吧 你们是见到了一颗眼球吗 原真丝立马装傻 什么眼球 我们是玩一个游戏 而我是幸运找到了规律 才活下来的 什么游戏 什么规则 那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 能扩大你的灵压范围 灵力越强 灵压的范围也就越大 可是灵压感觉就是没什么攻击 有必要再继续增加灵力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增加灵力提高灵压 这关乎到我们的信物 不过在说之前 你得告诉我 你怎么活下来的 你真是不见兔子不撒婴啊 我是死了两次 才找到活命的规则的 这个和我能力有关 所以不好意思 不能详细说明 轻至三人顿时一惊 你的能力竟是替死 居然和红英一样 好吧 继续刚刚的话题 灵力达到三阶后 主要是提升灵魂的质量 因为对付怪异的物体 需要付出相应的灵魂之力 而灵力积攒的越多 灵魂质量也就越高 对应的使用次数和效果都会更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原真思此时思考 小爱和小眼最近业绩不好 也是受他们的影响 随后说道 既然你们无法杀死怪异 那是如何限制的呢 再说不杀死 怪异不是越来越多吗 那岂不是人类有一天会被灭阻 这是红英跳了起来 你的想象力就不能丰富点 难道就不能让怪异杀死怪异吗 原真思微微一笑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原来他们是有更厉害的怪异 随后从兜里拿出一叠纸 关于游戏的信息都在这里了 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 居然又是隔壁的邻居小松 不过这次是来借剪刀的 原真思有点无语 楼下就是便利店 买不是更方便吗 有什么急事非要借 突然他灵光一审 难道说他就是千与百所说的危险吗 不过此事还不确定 只能先把剪刀借给他 后面再调查一下 而这时亲自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什么反应 难道是自己多想了 特殊科的都没觉察到什么 突然他想到一个更可怕的事 会不会是自己想错了 他万一比在场的人都要强呢 专门处理怪异的特殊科 邀请男人加入 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因为他要自己成立一个幽灵社 原来邻居小松借走剪刀后 原真思和特殊科的开始谈 游戏轮到女儿的事情 不过原真思还在疑惑 他们真的没有看出小松有什么不对 也能查到 几人都都想第一个看 红莹抢过资料 轻智你不会用临时看吗 这么无解的怪语 看来只有我这么厉害的监察者来调查 而这时 轻智突然变得严肃 原真思 你想不想加入特殊科 加入有什么好处 一切你想要的物质与精神 都可以满足你 红莹探出头来 只要你点头 立马到账五千万 还送防送车友 而且任务时 你可随时调动至安处 遇事也可以先掌后奏 但是底线时 不能滥杀无辜 原真思听着真心动 那需要履行什么职责呢 调查任务是轮流制的 该你的时候 不能拒绝 如果遇到多个怪语 可以协助婉朝 不过得告诉你的事 监察者死亡率极高 除了科长之外 目前没一个活着超过十年 很多人到了后期 精神上多多少少会出现问题 因此我们不会强迫你加入 而这些待遇都是我们应得的 原真思听了内心直摇头 那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有有有 就是可以成立社团 但还是需要协助特殊科调查 我建议还是加入 不仅福利多多 还相互有个依靠 想好了告诉我 拉新的提成 我分你一半 这时一旁的助手说道 那个其实你也可以加入别人的社团 闭嘴你干嘛 煮熟的鸭子都被你整飞了 这时轻质伸出手 总而言之 人类的敌人是怪隐 而非人类本身 考虑的怎么样 你说的没错 不过我想好了 自己成立个社团 名字就叫幽灵社 特殊科见子 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走了 随后原真思就准备去小区转的 看看这个邻居到底有没有问题 与此同时 千玉白一天都没见到原真思 决定放学后直接去他家里 可这时却收到了他妈妈的短信 邻居小林妹妹送了个玩偶给他 让千玉白放学去买个回礼 随后还发了张照片 你看多可爱啊 记得去买礼物用 千玉白思考了一下 那就去浅穿商场了 好像社长的家也在那里 与此同时 千玉白的家里 你发现没有 最近孩子好像开朗了很多 貌似交到了新朋友 有变化就好 这个家也算没有白板 毕竟我们的女儿有些特殊了 可他们没发现 邻居送的娃娃 眼睛突然动了一下 眼看妹子要被怪异给吃了 关键时刻 男人破门而入闪亮灯场 原来是千玉白去商场 给邻居家小朋友买礼物时 商场突然想起一首圣人的歌 这时有人说道 我可听我奶奶说过 这里以前是个七音场 放这首歌是为了安抚那些英灵 而且时常会出现个女人找孩子 可千玉白听后 心口竟突然莫名的记录 于是准备找个地方 占谷预言一响 接着在没人的地方 抛出了预言用的硬币 可随后 他却像是失忆了一样 我在这里干什么 而这时远处有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个浅穿商场也真是 明知道有怨灵 还敢开下去 这么大的商场 肯定舍不得关的 就是苦了我们了 只要怨灵不出来害人就好处 就怕千玉白听明白了 他们应该是和社长一样 有灵力的人 可是自己感应到他们有威胁 正当他准备上前去告诉他们是 忽然被一只手给拉住 猛的回头一看 竟是一个眼神空洞的英灵 这里好热啊 我好想出去 千玉白吓得立马甩开手 拼命的向着那两人奔去 快跑 危险 可这是 突然一个怨灵出现在他面前 你看见过我的小孩吗 而他的两只手则伸向那两个人的头 接着瞬间就摘下了他们的脑袋 千玉白见到这恐怖的场景 本能的向着楼上跑去 最后躲到了商场的卫生间里 可这是 厕所的其中一个隔街 突然探出个头来 可以帮我关一下水龙头吗 而千玉白因为刚刚跑的时候 把眼睛给丢了 看不清是谁 你稍等我看不清楚 可当下一秒他睁开眼时 却发现自己看得竟无比清楚 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身体却不受控制的走向洗手台 而此时 镜子里的千玉白 偶尚竟然附着很多张女人的脸 他顿时感觉自己真的好像要死 可就在这时 一道光突然从外面射了进来 瞬间就击散了控制千玉白的力量 原来是袁真思赶到了这里 而千玉白这时也清醒过来 直接哭着扑向袁真思 社长你怎么才来啊 袁真思手指顶住他的额头 好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随后从兜里拿出千玉白的眼睛 接着使用裂缝副原术修虎 把眼睛带好了 不要再丢三落四的 就在他们出厕所时 却遇到了两个人 请问是监察者大人吗 我们是青道夫小组成员 你敢信 眼前的女孩竟拥有占卜预言的能力 可是却差点被怨领给她了 还好袁真思及时赶到就吓了她 随后遇到了特殊科的人 没想到他们是来感谢袁真思的 来模拟像您这样 第三阶段强者的灵压 对付怨灵 原来是这样 那魂珠又是什么 就是你刚刚消灭的那个怨灵掉落的珠子 袁真思从衣服里拿出来 原来这就是魂珠 它还有其他作用吗 有的有的 可以用来提升灵力的 还有这种功效 可是我怎么好像吸收不了 难道是因为记事本的原因 不过 倒是可以让千玉白他试验一下 现在看来 我和这些人的灵力差距有点悬殊 他们都要借助仪器和物品 而我却不需要 难道我已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巅峰了 随后问他们这里怎么会有怨灵 原来浅川商场 以前是专门处理育婴所孩子失守的地方 但是商场老板不知听哪个风水先生说 这里非常适合投资 于是在这里建立了浅川商场 果然生意火爆的很 短时间就成了这里的地标 可突然有一天 有人离奇失踪 可由于监控不发达 没能找到他们的下落 至那之后 就不断有人失踪 而且有时候还能看到红衣女人的身影 后来老板又找了高人指点 才知道这里的怨气极强 这就是有什么事 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又爆发 千语白听完 我就是听了那个歌 然后就出现了幻觉 袁真斯思考 特殊科的查不出 难道是背后还有更强的怪异在操纵 随后觉得没有什么事了 袁真斯他们就和特殊科的分开了 下楼时千语白问 社长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点 不是你说我家附近有危险的 所以今天就四处查看一下 没想到遇到特殊科的人 接到浅川商场有异常 于是我也跟了上来 原本以为是怪异 没想到是怨灵 不过有一点我要说你 作为有灵力的人 你还是太弱了 千语白一下委屈了 我之后一定会努力变强的 对了你不是要买东西吗 我陪你 千语白顿时喜笑颜太 真的吗 不过逛完了 你可要配合我做实验员 你敢信 女孩竟可以通过消耗一定的记忆天数 才改变一个人是生还是死的命运 原来是袁真斯二人逛完商场后 就想看看千语白的占卜能力 到底是怎么样的 随着她拿出一枚不起眼的英语 上面竟显现出一个女神的影 袁真斯疑惑 难道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命运女神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存在 不知道能不能消灭怪异和怨恶 对了这个怎么使用 向上抛就可以 不过在之前 心里要默念想要知道的问题 如果正面朝上 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答案 那如果是反面呢 千语白停顿了一下 咬了咬嘴唇 那就会失去一定天数的记忆 原来如此 怪不得你随时随地都在写日记 不过这硬币看上去很普通了 之前都没注意到 可能是因为 这枚硬币和我绑定了记忆 除非我死了 否则对别人来说都是普通的硬币 原真思邪魅一笑 那你还告诉我 就不怕我杀人夺宝吗 千语白立马摆了白手 怎么会 社长是好人 我之前占卜我 江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社长的幽灵社 所以你才来找我了 不过真的安全吗 我的社员可是都被团灭了 等等 难道是因为我才安全 你现在用硬币 问问原真思除了学生 监察者外 还有什么身份 千语白疑惑 真实身份 不是幽灵社社长了 不过还是抛出了硬币 占下瞬间盖住 随后缓慢打开 没想到竟然是反面 可原真思发现 千语白看上去并没有失忆 难道是在骗自己 这时千语白冥想后 社长 这个问题 硬币回答不了 因为已经达到消耗记忆天数的上限 我现在最多能消耗30天的记忆 难道超过了就不能回答吗 看来硬币的能力也不是太过高 那换一个问题 原真思家里有什么东西 千语白接着抛起硬币 没想到这次是正面 得到的答案 可下一秒千语白脸色一面 硬币提示 社长家里有很恐怖的东西 可这是原真思却突然站起来 你还是退舍吧 这硬币预言能力范围太险 有些鸡肋 千语白却一把抓住他 其实硬币还有一个能力 是吗 你不会骗我了吧 就是我可以消耗以年为单位的记忆 来决定一个人接下来的生死 好像有点意思 具体是怎么去改变的 就是在脑子想象一个人 然后规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导致生死 原来如此 不过既然一天 年为单位的都有 那么应该还有月为单位的吧 可这是千语白却表现得十分为难 那个那个 突然像是反应过来一样 社长 你是不是一直在套路啊 被你发现了 谁让你那么容易信任人呢 一点都不像正常智商的做出的事呢 千语白顿时实话当场 那个可以不说月的吗 没想到原真思同意了 行吧 不过你还要帮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你说 帮我询问一下 我住的小区 有没有能对我造成生命危险的怪异存在 可没想到 这次竟然也是反面 没有得到回应 原真思顿时一惊 家里的恐怖存在肯定是小爱和小野 这都能占卜出来 可是却不能占卜出邻居 那他一定是比小爱小野还厉害的存在 随后原真思拿出魂珠 这个就当是你的报仇 你这个能力不要让别人知道 不然会有危险 好了时候也不早了 各自回家吧 可没想到原真思刚回到家 门铃就突然想了起来 居然又是邻居小松来借逃米国 此时原真思从他身上感觉不到一点异常 看来得主动出击是试试 先从拒绝开始 抱歉了我也在做饭 你去问问别家吧 这时小松却突然一想 没关系 接着什么也没说 就走开了 而原真思则偷偷的看着 就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明明是创造都市怪异的人 此时却被怪异给五马分尸了 原来是原真思拒绝借锅给邻居小松后 准备煮饭的时候 却惊恐的发现自己的锅 竟然不翼而飞了 他立马猜测难道是小松 而这时门铃突然想了起来 同时传来了一个声音 连先生 是我小松 原真思立马灵力汇聚于手上 缓缓地打开门 果然是小松 而他的手里竟真的端着自己的锅 连先生 谢谢你借我的锅 我是来还给你的 原真思顿时冷汗直流 现在百分之千 确认小松就是怪异无疑 没想到拒绝借东西都不行 他竟然能强行借走 不过现在又来还 这是一种挑衅 还是警告的意思 难道自己从借他东西那一刻起 就已经身在他的规则之中了 回想起他搬来这里这一段时间 先是挨家挨户的送礼 然后再借东西 那自然而然的99%没人会拒绝 所以全小区都已经进入他的规则了 而目前最紧急的事 就是要赶紧找到他杀人的规律 随后开启了小眼的窥视能力 发现小松现在又在向邻居田阿姨借东西 可没想到的是 一向抠搜的田阿姨 竟然也借了东西给小松 随即回想起小松当时送自己礼食 自己不仅没拒绝 还把东西爽快地借给了他 难道他能不知不觉地控制人的思想 那着实太可怕了 而这时 借到东西的小松刚从门口经过 可突然竟转过头来 对着袁真思邪魅一笑 袁真思顿时一惊 他竟能发现自己在偷窥 难道他的能力在小眼之上 看来自己需要舍掉几条命 去冒险尝试寻找他的规律 不然越到后面 怕是越发无法控制他了 随后悄悄地跟在小松的身后 就在他开门进去的瞬间 袁真思也跟着冲进了屋内 却没想到 屋内的小松正邪笑地看着他 而捧着的锅里竟然是一个人头 就在袁真思愣神之际 黑暗中突然睁开一双眼盯着他 顿时他感觉身体不受控制 接着周围出现无数的触手 瞬间就把他捆成了纵组 随后袁真思就被五马分尸 当场见了太奶奶 此时小松拿着他的手 先从哪里开始吃好呢 他本是专门拉人下地狱的黄泉少女 却被人类特殊科用神给吞射了 原来当袁真思被恶邻居小松给吃了后 又花了一天寿命时间 才通过笔记复活了过来 此时回想起当时 他就冷汗直流 自己的能力都没来的用就被杀了 看来没有找到规则之前 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只能用命来探查了 如果不加快点速度 现在小松这个不定时炸弹 而且借东西的频率也越来越快 说不定哪一刻 所有人都成为他的盘中餐 这是小眼拉了拉袁真思的事 原以为是小眼关心自己 袁真思表示自己好好的 不用担心 可是小眼却一把抱住他 小爱小爱 不见了 袁真思一惊 不会吧 难道自己还没复活的时候 特殊科对他动手了 那可真是乌漏偏逢连夜语 随即立马拿出笔记召唤黄泉少女 可没想到小爱没有出来 反而是笔记上 关于黄泉少女的内衣 突然燃了起来 随后让袁真思不可置信的是 笔记上面显示黄泉少女死亡 怎么会这样 一定是特殊科干的 随后露出凶狠的表情 你们给我等着 原来是在一天前的特殊科高层会议上 一致通过了对黄泉少女的吞噬计划 随后康平科长作为监察者 前往实施计划之地 而手上拿着的 则是用来对付黄泉少女的怪异神的资料 上面显示不能直视 触碰想象 接近神百米内 否则立即死亡 而他现在要去的地方 正是关押神的神山 随后经过了骨骼 红口指纹 基因扫描成功后 康平科长进到了神山之内 接着直接开始着手吞噬计划 此时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正坐着一个被蒙住双眼的男人 而康平科长拿起麦克风说道 第95277号 按下手机上的确认键 你的孩子将有机会收你的骨灰 男人吃力的控制着颤抖双手 按下地域通讯网页上的发送键 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面前正有一只巨大的眼睛看着他 随着他的暗想 黄泉少女出现了 可当他回头看时 只看到了无边无垠的宇宙星空 接着全身一边石化一边破碎 最后完全消失在空气中 而此时的康平 并没有因为消灭了黄泉少女而高兴 原来是世界传声筒说 神因为吞噬了黄泉少女 力量得到再次壮大 而这也是他担心的事 也许有一日 当神完全蜕变之时 就是人类的灭亡之日 原本被神给消灭的黄泉少女 竟然又被复活了过来 而且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大 原来是当特殊科康平科长 准备回成交任务时 却收到了紧急通知 地域通讯网站又重新能登陆 而且这次是全国都同时出现 随后竟检测到黄泉少女还活着 康平怎么也没想到 被怪异神吞噬了 居然还能复活 随即吩咐手下通知高层智囊团 立即召开特级紧急会议 而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黄泉少女之前是真的死了 不过是因为 当原真思从笔记上得知 黄泉少女是被特殊科设计而死 可被什么杀死的部分却成了乱码 他猜想那应该是 连笔记都不能探查的存在 可他并没有害怕 反而一笑 不管小爱怎么死 我都会亲近所有救他 既然笔记连我都能复活 那么小爱应该也能重生 随即把手按在笔记之上 请将他复活 果然有效 不过提示需要消耗十万零五千五百六十八传说 原真思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直接点了确认 并且同时修改了小爱杀人规则 那就是将之前的覆盖范围 由江平氏扩大到全国 就这样 新造型的黄泉少女重生归来 原真思微笑的看着他 小爱同学 紧闭双眼的黄泉少女回道 大人我在 开启地狱通信信号 同一时间 全国各地都收到了关于黄泉少女传说 纷纷都向着自己憎恨的人报复 就这样很快的 原真思的传说点就突破了一百万 与此同时 特殊科高层会议是 怎么可能计划失败了 而且他好像变得更强了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康平科长沉重地说道 我目前的方案是 使用强制回答耳机和黄泉少女对话 收集到他的杀人规则 再来看怎么破解 而这是一个人提议 既然他能复活 那么就是杀不死的 这已经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不如利用神再杀一次他 让他把规则扩大到全世界 为了保护人类而存在的组织 这时另外的人却说道 向老说的没错 这样一来 我们也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做 哪怕做的过火 出现了些伤亡损失 最后也顶多受到一些指责而已 向老突然靠近康平科长 而且 黄泉少女变强 说不定能遏制住神 可康平立场很坚定 不行 我们必须在保证人类安全的前提下去行动 如果其他组织都像你们说的那样做 那么整个人类将不攻自破 我知道你们是各个领域的大人物 但是请不要忘了 你们没有能力去对付怪异 而话语权一直都在我们特殊科手里 之所以问你们 也是为了人类的公平 而不是让你们自私的活着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安静 就在这时 紧闭的门突然被打开 康老头 你找我做事 今天不该我上阵了 交给你个任务 做完了 下次轮空就是 什么任务这么神秘兮兮的 等会等会 我刚刚听说黄泉少女吞噬计划失败 不会是 没错 就是要你去用黄泉少女对一次话 因为只有你能用影子替死 男人为了得到恶邻居小松的杀人龟子 又又又来到了他的家里 结果再一次被杀死 原本以为复活了黄泉少女小艾同学 应该就可以对抗小松 却没想到 因为大量的接单 小艾已经累得不想说话 袁真思疑惑 怪异也会感觉累吗 如果眼神能杀人 估计袁真思已死 袁真思只能尴尬地陪笑 抱歉抱歉 可是没想到 你和小眼联手都不是他对手啊 小艾气呼呼地说道 我还无法参透他的龟子 随后袁真思只能打开窥视能力 先看看小松在干什么 没想到 他又在找楼上的人借东西 而脾气古怪的中叶 指责为人忠厚的石头 不应该借东西给他 而石头则说都是邻居 就在这时 屋外响起了门铃声 竟然是送外卖的 在按小松家的门里 可突然他发现门虚眼了 顿时大叫不好 而此时外卖员正打开门看向里面 钟先生在吗 怎么门开着没人呀 而小松则正在回来的路上 袁真思立马打开门大喝 为你送错楼了 你要找的人是在楼上 外卖员这时才发现 自己好像是跑错了楼层 袁真思大呼一口气 还好没进去 不然这家伙也是没命了 可就在这时 小松却突然出现在外卖员身后 你在找我吗 袁真思立马上前一把拉过他 你快走 随后看向小松 我能去你家看他吗 小松笑道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请进 而原本准备大战一场的袁真思 可进门后却什么也没发生 顿时有了一种猜测 难道只要经过他的同意 就能不被杀死 随后准备再测试一下 小松先生 你能借我个礼品袋吗 接着不等他回答 手就慢慢的伸向袋子 袁真思顿时就感觉四周充满了杀气 好像只要自己碰到袋子就会死 随后立马撤回手 怎么了 不方便吗 你不同意我是不会随便拿的 而小松立马拿起一个地给袁真思 不会不会的 请你收下 这里面有些之前没送出去的东西 你一并拿去吧 袁真思接过后也没发生什么 那多谢 我就不打扰你了 可就在这时 小松突然凑上钱 你不吃一口再走吗 这可是老家特产呢 袁真思立马猜测 如果自己拒绝 估计会当场领盒饭吧 随后只能拿起一根送进嘴里 可当他咬下一口后 顺时感觉不对劲 这不是饼干 接着就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这是手指 与此同时 特殊科康平正和清智红英说着什么 清智你有什么要说的没 没有 毕竟对付黄泉少女 红英的影子替死最合适 不过最近我们遇到了一位新的灵力者 她的灵压已经是三阶以上 而且她的特殊能力也是负物 康平立马来的兴趣 具体你说说看 男人只是使用了一次麦克风 竟就损失了一天的寿命 可男人只剩下86天能活 原来当袁真思吃下 恶邻居小松送的手指后 就得到了她的部分杀人的规则 简单来说 第一次收下她送的礼物后 她就会一直找你借东西 直到最后借走你身体本身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部分 如果第一次拒绝收银 可后面却都是乱马 袁真思无奈 看来只能再去试探一下 不过别再让自己吃那个东西 而这时突然传来咯咯咯咯吃东西的声音 原来是小爱和小眼发出的 可袁真思定睛一看 顿时一惊 他们手里的镜好像是小松松的礼物 为你们吃的那个是什么 小爱直接凑了上来 大人您也要来一根吗 袁真思捏住鼻子 你拿开点 大人 这只是普通的饼干而已 瞧把你吓的 袁真思大呼了口气 那就好 小爱 你还记得是什么东西杀掉你的吗 对不起大人 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只能模糊的感觉 当时好像看到什么东西 就失去了意识 这时袁真思想到 既然没有其他办法 看看能不能从特殊科那里找到有用的消息 随后就联系了亲自 可没想到来的是开着跑车的红英 怎么是你来接我的 特殊科都这么闲的吗 还不是最近休假 这是我最后的晚餐 要是你加入我们就好了 黄泉少女的案子就给你 你不会没听说过吧 怎么会 这可是现在的大热门事件 不过后面好像没什么动静 是被你们收服了 红英先是警惕地看了一眼 随后说道他就是个不死的小强 为此我都死了一次 可最后他还是没死 而且变得更强了 现在又让我这弱小无助的人去和他对话 怎么感觉我和他是一段孽缘呢 袁真思心头一惊 你要和他对话 还有这个能力啊 怎么你是不是想去啊 要不你加入我们吧 开什么玩笑 你们更专业 红英此时觉得是自己太多意了吧 他就是个学生 怎么能做出伤害人类的事 你可是不知道 我最近为了能召唤出他 正努力学着编故事和掌控情绪 好随时爆发出怨气吸引他 然后再强制的问他问题 目前我们猜测他可能有同伙 袁真思一愣 心想看来他们有所察觉了 就是不知道能问到什么程度 现在也不能再追问 不然目的就太明显了 不过小爱一直都没有站到人类对立面 但是如果他们再这么下去 那就别怪我当一次死神了 这时他们到了一幢大楼前 怎么样气派吧 可进到大厅却发现 这里怎么这么冷心 谁愿意来嘛 来的都是有任务的 这是一个类似眼睛的东西 正对着袁真思 这个是什么 真实之眼 扫描人的身份信息的 他能扫描怪异吗 要是能哪还能在这守大门呢 随后就带着袁真思来带一间房里 可里面除了一个话筒 什么都没有 红英指着麦克风 对着他把下面的字念出来就行 不过提前说一下 使用一次 消耗一天的寿命 袁真思一愣 一天的寿命 那可是我的一次复活机会 红英见他犹豫 一把搂住他 怎么害怕了 不是只是好奇这是什么 测谎仪 这是测试你思维和潜意识的道具 每半年都要做一次 那我做完是不是有特殊权限 红英吃惊的摘下眼睛 你想要什么权限 你们这有类似怪异图书馆的地方吧 还有就是你们下一步的打算 也许我能帮助你们对付黄泉少女 你想多了 灾难及怪异可是核心机密 只有高层智囊团和科长知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能给你开什么权限 会根据你的等级来的 好了快去念吧 随后袁真思拿起麦克风 我永远不会 背叛人类 可刚说完 麦克风就突然发出刺眼的光 怎么回事 男人又又又死了一次 而且还连累了整个小区的人陪葬 原来是袁真思在特殊科进行入会仪式时 麦克风竟然发出了刺眼的光 红英顿时以为要出现什么事 可是等了好久却啥也没有 只传来四个字 测试通过 接着就显现出来一些袁真思的资料 红英摸了摸头上的汗 吓死我了 我四十米的大刀差点抽出来了 袁真思也是渗得慌 你们这个老设备该修修了 吓死个人不赔钱了 哎呦你的胆子那么大 哪里会吓到 不过你把社团建在人多的地方可不明智 要知道特殊科总结果 怪异的出现与人类本身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人越多的地方 怪异出现的概率也就更大 袁真思回想一下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轮到你了杀的是参与游戏的玩家 恶邻居小松杀收了你的邻居 小爱同学则是帮人杀他怨恨的人 而小眼是杀家暴之徒 怪异的出现好像是专门来消灭人类的 现在看来先拿小松试验一下吧 红鹰见袁真思深思 你不要担心 你家可是高级公寓 人口密度小 相对安全 袁真思想笑 我邻居就是怪异啊 随后说自己有事就要走 你不是要看资料吗 突然不想看了 回去之后 袁真思直接来到小松家 真是不想推开这个门啊 现在都还恶心 接着把小眼的能力附在手上 看能不能把它捆住 随后推开门的瞬间 就发动了能力 就在袁真思以为成功之时 却突然出现一个漩涡 强大的吸力 竟直接要把小眼和袁真思吸进去 袁先生 你能不能把你的心脏借给我 袁真思直接用出所有力量 借你大眼 借了猛的一击 却没想到打了空 就在袁真思愣神之际 被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的小松 直接来了的透心凉 这是笔记本提示 怪异恶邻居进入杀戮模式 接着整个小区的人都被借了心脏 最后小区还存活的人数为零 不过突然又变成了一 小松疑惑的转过头 怎么会还有人 与此同时 袁真思又消耗一天寿命复活了过来 随后笑了起来 终于找到了你的关键规则 就等着我来破了你的局吧 完了 原本有复活能力的袁真思 才是被恶邻居小松给无限杀了 最后不得不求救特殊科亲治 原来袁真思花了两条命 才得到关键信息 就是退还掉小松送的东西 还有一线生机 还好当时并没有把东西扔了 而是放在了冰箱里 就在他准备拿那东西时 客厅突然传来了门被推开的声音 随后又听见网瘾小眼疑惑问他 你是谁啊 接着另一个声音传来 能把你的 袁真思顿时大惊 这是小松的声音 笔记之前提示过 小松的能力对怪异也有效 随即立马冲出厨房 打开笔记大贺 小眼快进去 随后小眼就直接钻到了笔记 而小松见小眼不见了 就转头对着袁真思说道 能把你的心脏 袁真思还没等他说完 就把之前的那袋礼物递给他 这是你要的东西给你 果不其然 他接过东西后 真的转身就走了 每次百次不得其解 小松他已经杀完了所有人 可是怎么还不离开 就在这时 小松家的门突然打开 接着传来一个声音 可以把你的灵魂借给我吗 袁真思还没来得及反应 又死了一次 再次复活的他吃惊 没想到借完真实存在东西后 还要借灵魂 真是棘手啊 现在寿命也只有83天了 可还没等他休息一会 虚眼的门又传来了小松的声音 袁先生能把你的 袁真思此时也想不到其他办法 只能求助特殊科了 随即立马拿出手机 可是刚翻出轻智的电话 又被杀了一次 再次复活过来后 立马拨通了轻智的电话 而此时的轻智还在家里泡走 为我是袁真思 你给我打电话有事 还有以后请用代号沟通 我是幽灵 遇到了怪异恶邻居 现在陷入了死循环之中出不来 不需要你过来 只要把他的资料传给我就可以 轻智一惊 灾难级的恶邻居 怎么会出现在僵尸 之前不是早被灵世的特殊科限制了吗 随后立马调取了特殊科的数据资料 恶邻居的必死之法 就是把之前送给你的东西还给人 可是我已经还给他了 不但没有效果 现在他又开始戒灵魂了 与此同时 袁真思背后的门又被打开了 大人本是创造都市怪异的人 却被野生怪异给杀了好几次 最后在得知了怪异的名字后 才用黄泉少女把他给拉下了地狱 此时袁真思看着胸口的彼岸花 就算有复活也吃不消了 而身后小爱抱住小眼过来 大人恶邻居已经在地狱住下了 不过那家伙一直在给灵魂送礼物 很多灵魂都受不了他了 你先把这东西拿开 看到我就想吐 后面有变化在看情况吗 目前来说还是稳定的 本身小松吞噬灵魂的速度 就没有你引渡的灵魂多 他搞不赢的 再说了你是地狱主宰 收走他全部礼物也是分分钟的事 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竟然是亲自安排人 要给袁真思做心理治疗 说是特殊科的福利 可以上门也可以来总部 袁真思当然不会去总部 那个地方甚人的很 于是选择上门服务 而心理医生很快就到了 居然是位大美女幽灵大人 我叫雪林 为了方便治疗 我就住在你隔壁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袁真思顿时想起之前死去的邻居 我们小区还能住人 当然可以 特殊科已经早早就清理了现场 你看现在的屋内跟心理一样 行吧 不过是想监视我爸 没有没有的大人 你是特殊科重要的人才 我真是特意来给你治疗的 你如果介意我医生的身份 就把我当做普通朋友好了 我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我比较喜欢直接一点 开始吧 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你 不过先开始也可以 随后静自顾自的拖去了外套 大人请躺沙发上来 然后将手掌攀平举包 接着雪梨对着他的手 哈了一口气 弄得袁真思有点无语有点害羞 怎么感觉像骗子一样 这时雪梨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 接着把一个东西放在袁真思手上 大人请我好 可下一秒雪梨一惊 只见那东西悬浮在袁真思手上 原本纯净的表面散发出丝丝黑气 袁真思一惊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变黑了 代表了什么 大人这是心灵水晶 变黑有两种说法 一是心理因巨大痛苦而压抑 而第二就是心灵污染 俗称黑化 抱歉了大人 我想试试 随后取下脖子的怀表 放在袁真思眼前不断的摇摆 袁真思立马一把抓住他的手 我不需要催眠 你先告诉黑化具体指的什么 可雪梨却直接扑倒在他怀里 袁真思一把推开他 怎么还把自己给催眠了 真是奇特 而袁真思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雪梨已经来到了他的精神世界 雪梨没想到袁真思内心居然如此的复杂 而且更严重的是 他已经开始默示人类的生死 这样放任下去 幽灵大人会危害到整个人类 必须尽快的找到他的潜意识 去种下暗示的种子 可这时他面前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眼睛 姐姐你在找什么呢 那完了 特殊科安排的心理医生 在袁真思的精神世界 发现了黄泉少女小爱 原来当雪梨发现袁真思有危害人类的倾向 就准备找到他的潜意识进行暗示 可这时却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 请问你在找什么 雪梨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凭空出现的触手给攻击 顿时身上滑出了好几个伤口 他急忙伸向裤兜里 一阵摸索后 手上竟多了一枚戒指 随后对着小眼念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易如电 英座如士官 接着戒指发出无数电灵 下一秒 整个精神世界开始破裂崩塌 转眼雪梨的脚下就出现了一条大坑 此时她庆幸 还好带了银白光辉剑 减少了对方的精神攻击 不然要交代在这里了 随后看向远处 大人的潜意识应该就在前面了 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 但必须要找到她的解决 可就在这时 远处竟然有人划着船舌 随后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 你是来找大人的 等雪梨看清来人 顿时一惊 黑子长发 红眼睛 谁守服 还有那鲜艳的彼岸花 她是 难道未来大人会和她有交集 随后平复心情 是的 我是来找大人的 那你有什么事大人很忙 要说实话 不然你会永远留在这里 雪梨一把抓住小爱 我是阻止大人变成怪异 小爱看着她 你和一个怪异说这些 情商着实有点低 那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此时雪梨新知 这黄泉少女应该是大人设置的机制 普通的话术没有用 只能说真话 随后接着说 从大的看 不能让大人成为威胁人类的怪异存在 而小的方面 之前大人和怪异搏动 看得出她是个好人 我不想她有那么一天要被人类消灭 小爱听后一阵叹息 随后解下胸口的红丝巾 既然你是想帮大人 那么希望这个能助你一臂之力 不要死在这里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居然要背叛我 接着小爱被无数的触手攻击 而雪梨也在第一时间 钻进了水里 刚刚好醒 差点就死了 就在她以为安全时 可没想到 水里突然涌出一大批灵魂 你快来陪我们 接着瞬间就被她们被包裹住 但是她却一点不恐慌 而是有点庆幸 因为她找到了袁真思的心结 随即双手核实 编织梦境 与此同时 现实中的袁真思看着昏睡过去的血 她怎么感觉快要死了 是在做什么噩梦吗 可突然袁真思心脏莫名一条 顿时发现了不对 这女人在搞什么鬼 当再次醒来 竟然看到了死去的夏冰冰和李中兴 而她们竟是来邀请她去玩轮道女的游戏 袁真思立马抢过手机 让她们把裙给杀了 夏冰冰二人满脸疑惑 你怎么了真思 这时袁真思直接附上进化后的小爱能力 隔着手机就捕捉到了轮道女 随后把她收录到死亡笔记 这时笔记提示 恭喜神主 您朋友逃离了死亡 然而此时的袁真思看上去却很恐 这时夏冰冰二人抱着袁真思一个劲的摇 真思你快醒醒 别乱来 不要为了救我们而把自己变成这种样子 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现在能再次看到 已经很开心了 可你千万不要乱来 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把幽灵社做大做强 看到你现在这么厉害 还把那只怪异给收服了 我们很高兴 但是你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为了变强而走上其路 难道我变强不是更好吗 变强当然好 但是你难道忘记了你的梦想吗 袁真思迷茫我的梦想吗 接着回忆起了之前发生的事 突然回过神来 我想起来了 那就是消灭怪异 让人类活下去 还好还好 心理医生并没有能改变袁真思的潜意识 而是袁真思给他看了他所想看到的结果 原来当雪梨开始引导袁真思潜意识时 他配合的延起了心 我的目标就是消灭怪异 带领人类活下去 随着幻境的破碎 他回到了房间 可他清楚这还是在多重梦境中 因为这是早上刚醒来的时候 看着楼下特殊科忙碌的人 随即给亲自打了个电话 为是我幽灵 问你一个事 你醒了 需要了解什么你说 我们小区的现场是你们来上后的吧 那存活的物业人员之后的生活怎么办 他们的死活 这对你很重要吗 不然你觉得我给你电话是干什么 是想你 他们不应该得到些补偿吗 没能救下小区的人已经是你们的失职 活下来的人再不安顿好 你们这算哪门子的守护者 还不如就地解散算 好的 我明白了 你的意见收到 看高层怎么决定 行吧看你们怎么做吧 随后就挂了电话 接着转头看着屋内 我这样做 你满意了吗 此时雪梨微笑 幽灵大人 这不是我要您做什么 而是您自己内心的投影 袁真思走向雪梨 你的确是个很有实力的心理医生 不过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 当然可以了大人 不过后面还需要一次测试 现在请您跟着我往这边走就能出去 当袁真思睁开眼 就看见雪梨抬着饮料 大人您醒了呀 来喝一杯刚泡好的红茶 茶也喝了 开始下一次测试吧 大人不是现在 我还要在这待一段时间后再测试 不过关于怪邻居上后的事跟你汇报一下 小区所有的直系亲属都会获得巨额补偿 而物业的工作也在安排中 随后把心灵水晶放在袁真思手上 这次竟没有一丝黑色的能量一处 恭喜大人 您的危机解除了 袁真思一把握住水晶 对了如果水晶一直呈黑色会怎么样 想必大人您已经猜到了 如果长此以往 当有一天您在与怪异斗争中牺牲 那么您大概率会变成更可怕的怪异 可袁真思内心知道 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主动在梦境中 花了上一传说底 把自己变成了未知的怪异 感受到失去了意识 控制理智 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无尽的杀戮快感 那还是真的有点可怕 变成怪异一点也不好 随后看着雪梨 放心吧 我会为不变成怪异而努力 就在这时 门铃突然想了起来 原来是社团妹子千语白 本以为是社长袁真思 却没想到竟然是个大美女姐姐 不好意思 我好像走错了 袁真思这时探出头来 你怎么来了 千语白一喜 啊社长 雪梨则轻轻笑道 为了避免尴尬 袁真思打开电视 没想到 这是电视正播这一则新闻 最近将是静停发少女绑架案 至今已经有十余起了 这时袁真思注意到雪梨的表情不对 随后说道 她是我社团的人 知道怪异的存在 你有什么就直说吧 雪梨放下心来 大人你可能最近没关注新闻 无差别绑架案是最近的热搜 罪犯手段恶劣狡猾 我们特殊科准备借用特殊道具对付她 袁真思已经 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最近居然没发现 这时房间角落突然出现一团生意 袁真思知道这是谁 随即站起身走向卧室 你们先聊 我去拿点东西 进屋后直接拿出笔记 看着上面写的 没想到绑架案件影响到了小爱同学的业绩 最近的传说点基本就没有掌握 给小爱升级用的九十万都还没撞过 这时小爱探出头来 大人这个绑架犯该死 我的业绩严重下滑 都没有动力 袁真思笑道 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点子 要不要搞个新朋友跟你和小眼一起玩 小爱满脸问号 大人这是要让我们内卷了吗 来了来了 男人又又又创造了新的怪异 只要接到电话就会打 原来是袁真思想起之前有个室友 一直很迷恋叫鬼来电的电影 故事讲的是被选中的人 会收到三天后的自己发来的语音 内容则是当时凄惨的叫声 本来袁真思想以此为本创造的怪异出来 可是触碰到了时间和无限制嘎人的规则 几十万传说点根本不够用 必须得修改一下触发条件 而这时刚好看到了网上的热搜 一个叫尤带的神童临终前 创作了一首极其欢快的纯音乐新的起点 非常的受广大网友的喜爱 而他之前就已经小有名气 因此这也引来了萧小的记忆 直接将其绑架后 向他父母说要赎金 本来他父母是没打算报之安处的 可是却被一些有心媒体给报道了出来 这使得最后被刺票 可是后来绑匪被抓后得知 那段时间 他们并没有为难尤带 还给他提供苦曲的乐器 所以才写出这首对生活向往的曲 袁真思决定蹭一下热度 把这件事和鬼来电电影结合起来 重新创造出新的都市传说 而针对的目标设为绑架抢劫犯 他们会接到自己死前打来的电话 这使音乐新的起点 就会在他们身体内响起 直到声音结束 也就是他们丧命之时 就算不接也会响起 与此同时 正在听新的起点的网友 突然发现他的旋律感觉变了 具体是哪里又说不出来 同一时间 在城市的某处废弃楼洞内 一男子正对着面前的女子笑 要发残了 被封住嘴的女子则满脸惊恐 真是一个有味道的美人啊 就在他准备行故鬼之事时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为哪位 壳里面却传来一个男人惨叫的声音 吓得男人直接把手机扔在了地上 可这是身体内却响起了歌 我怎么了 身体不能动了 随后传来钻心的疼痛 最后直接爆炸开来 化为了一团血气 吓得女人睁大了双眼 与此同时 至安处办公室内 负责连环绑架案的队长白小辉一脸愁容 本来他押缝着其中一个罪犯林钟回处 可是路上林钟的手机突然响了 白队以为是他的同步 就让他接了电话 壳里面却传来一阵音乐声 怎么关也关不掉 随后更是没想到 林钟他竟然开始狂叫了起来 最后一头撞在后挡风锅里上死了 可之后他却发现 林钟接电话的时间是六点整 然而他的手机上通话记录 却是六点三分三十五秒 给林钟自己拨打电话的记录 而且通过数据解析 发现电话打来的声音就是他本人 难道是未来已经死亡的林钟 给几分钟前的自己打了一段死亡电话 这也太离谱了 看来得给上级汇报一下 与此同时 这一系列的始作俑者颜真思 正看着笔记上不断增加的传说点 看来反响不错 已经一百多万传说点了 是该给自己加点寿命时间了 随后花了两万传说点 把寿命增加到了一百天 而这时笔记又提示 林立直达到二百家 是否需要提升到四接 颜真思疑惑 亲自不是说最高就只有三接的吗 完了完了 颜真思被死亡笔记给反射了 此时治安处队长白小辉 把案件汇报给上级后 亲自就亲自来了一趟 这件事你们就不要插手了 由此看来是出现了新的怪异 怪异是什么 它是规则的化身 人只要触碰到规则就会被杀 必须尽快找到其中的规律 你现在就退出调查了 至于被绑架者 我们派人过去问问 确认两名嫌疑人死法一模一样 具体表现为 接通或被强制接通后 就会听到三分三十五秒后 属于自己的惨叫 据统计 现在已经有三百二十八人被喊 各个年龄段的都有 而作为铃声的纯音乐新的起点 旋律发生改变 同时无法下架删除 这是白小辉母亲来电 她接后却脸色大变 随后急忙赶回家中 竟然是她的岳父母也接到了鬼来电 此时她无比愤怒 亲自大人 我必须加入调查 为二老报仇 亲自直接递给了她一个文件带 既然你心意已决 就拿去看吧 不过这是机命 还请你妻子离开 那妻子还想劝一下 可是依然改变不了她的想法 随后亲自把一个手机递给她 你用这个电话给自己打个吧 这叫做错 白小辉心中还是有点害怕 真的会因为接这个电话而死吗 不过还是拨通了自己的电话 幸运的是什么也没发生 随后开始对死了的人进行分析 看有什么共同点 可是却一点头绪也没有 这时妹子突然想起了什么 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 这是你岳父岳母的遗物 是在墙缝里发现的 你妻子没敢看 你看了我们再收脚 可当她看了里面的内容 却无比震惊 岳父母竟然活埋了一个小孩 原来是妻子阿雅有次哭着回来 是被她同学欺负了 本来是想上门让那同学道歉 可是却被她父母给赶了出来 直接把钱甩在他们脸上 还讥讽 不就是想要钱吗 拿着滚吧 气愤不已的岳父回到老家 找了一个当初她就过的人 绑架了那小孩 随后就准备直接将她活埋了 却没想到岳母这事也跟了上来 原本一向善良的她也跟着挥土 后来准备等阿雅结婚稳定后就去自身 同时也写下了这本笔记 与此同时 灵力升到四街的原真寺看到这个世界 以恶之恶吗 随后突然想到了什么 就准备补全一下规则 出现以恶之恶的情况 不触发规则条件 从没想到 却因为传说点不足 而遭到了死亡笔记的反噬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一个声音 大哥哥你在家吗 原真寺微笑道 再得你进来吧 可突然裤兜里的手机响起新的起点 她却一点也不慌张 而是直接把门打开 外面正站着一个小女孩 二话不说 一把提起她 扔进了客厅 随后指着她 小薰你在这么调皮等来 我直接把你关进笔记本里 小女孩摸了摸头 知道了吗 我是有事才来找你的 大哥哥你刚刚要修复的规则 要二百万的传说点 不过应该很快就能凑齐了 就在这时 她突然转过头来 又有人来了 我先走了 单处为了对付鬼来电 竟改用了鸽子进行通行 而为了平复民众的紧张情绪 对外宣称鬼来电 是一种新型的网络病毒 此时亲自拿着事件分析 向康科长汇报 所有被杀之人共同点 救世君有过绑架的事 而且犯人通讯录 若有其他人参与 手机则会自动拨号过去 但是必须触碰到手机 才会激发龟子 康科长点了点头 现在智囊团 已经把鬼来电定位灾难及怪异 并且禁止所有铃声下载 加强电子设备管控 而接下来 我会去海事界规则道具 透明剪刀 亲自一惊 是那个能剪掉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包括声音的剪刀吗 可是二阶以下用了必死 三阶则会随机失去部分身体机能 康科长叹气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智囊团原本还想用机灭号角吗 这时亲自犹豫了一下 可是我们还发现 这次鬼来电好像只针对犯罪 不知道能不能延缓处理 这样也许可以遏制一下 这类绑架案件的发生 康科长站起身 看来你最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难道是因为那个学生监察者幽灵 你要知道 怪异是因人而生 现在看起来正义 一旦补权规则 可能目标就变成了全人类 你应该清楚 为了人类的利益 只要能消灭怪异 牺牲少部分人 包括我们也是值得的 好了 这段时间 科书科就改用信歌联络吧 与此同时 袁真思来到幽灵社 没想到千语白早早就来了 还是如往常一样写着日记 袁真思摇了摇头 他知道千语白抛硬币引起的失忆 是永久性的 自己抛一次硬币 可没想到他却忘记带了 袁真思顿时有点吃惊 他平时硬币不是不离身的吗 不过还是装作无事 那你明天记得带来 原本因为还差传说点 才能补权小薰的规矩 准备去找点野生的怪语 可现在没有一丝头绪 以前还能在热搜上找找 可却发现最近僵尸的热搜 被小爱和小薰都罢绑了 想借千语白的能力试试 他却又没带硬币 不过等会还是跟着他回去 看看有没有异常 就这样时间很快就到了校 千语白打了个招呼就回家 袁真思则悄悄跟在他身后 到了他的小区 随后用小眼的能力全聚探查 锁定了千语白的家 接着竟直接上门暗响了门里 这时开门的是一个女人 袁真思微笑道 你好阿姨 我是来找小白的 女人一论 小白 怎么叫的这么亲热 你们是什么关系 袁真思笑道 我是她的男朋友 没想到 袁真思竟对学妹千语白出手了 原来是她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就对千语白的妈妈说自己是她男朋友 就在她妈妈猛逼时 这时刚好千语白看见了她 疑惑的喊道 社长 袁真思却一点也不慌 我现在都是你的男朋友了 怎么还叫社长 千语白顿时愣在原地一秒 接着竟换了一副害羞的表情 真思哥哥 快进来 随后直接紧紧地挽住他的手 袁真思见词 立马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果然有问题 此时千语白的妈妈看着他们 没想到一直腼腆的女人 转学后 竟这么快就交到了男朋友 果然没搬错家呀 随后让袁真思留下来吃晚饭 就走向了厨房 这时千语白突然摘下眼镜 双眼泛着迷离 真思去我房间 袁真思看着眼前的千语白 从自己告诉她 两人是恋人关系后 她就自动切换成了女友状态 无论是神情动作语气 都非常的真气 而这却恰恰说明 她是怪异 不过从她妈妈的行为看来 并没有被怪异侵蚀 目前只有她一个有问题 野生的怪异没有情感思维 现在做的这些 不过都是在模仿吧 不过她的目的是什么还不知道 难道是杀了这个家庭所有人 这时袁真思看到了 千语白占卜用的硬币 立马就不动声色的拿起 这个必须拿走 随后试探性问道 千语 你能再给我占卜一下吗 这时她突然转过身 对不起真思 我把硬币忘在社团教室了 不过今晚我可以补偿你 这时袁真思突然感觉 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回头一看 竟然是个不娃娃 这是什么 邻居妹妹送给我的 那能送给我吗 可以的呀 袁真思拿起娃娃 心中疑惑 难道是自己多想了 什么事也没发生 真的是个普通玩偶 可突然她神情一变 这娃娃是活的 而且还有一丝灵力 要不是自己生到了四季 还真觉察不出 这时千语白的爸爸回来了 袁真思看了也没什么问题 随后让千语白先进屋 他爸爸见此有点不满 怎么能使唤自己的女儿 这时袁真思直接拉着二人到了厨房 接着说道 屋里的那个千语白不是你们女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千语白跟我说过 你们知道她的能务 那既如此 你们也应该知道怪异的存在 而里面的那个 就是一只不会占卜的怪异 我知道你们一时无法相信 你们可以这么试试 等会见到他就说是来找他爸妈的 看他怎么回答 随后袁真思把千语白叫了出来 而他爸妈这时开口 语白 那个 想找一下你爸妈 他们在家吗 我爸妈好像不在家 要不你们先进来坐坐 袁真思直接说道 你先进屋去吧 这两位叔叔阿姨忙 我送送他们 随后袁真思让他们先去原点的地方避避 而自己则又回去找千语白 真思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这时袁真思汇聚灵力于右手 既然你想帮人 那就表演一次死亡给我看看 接着一把抓住他脖子 撞到了墙上 瞬间就捏碎了颈椎 袁真思抽回水 千语白则无力的滴下了头 可下一秒却用手托起了脑袋 邪魅的笑道 被你发现了呀 完了完了 特殊科竟然拿出了大杀器透明剪刀 原来亲自告诉康科长 伟来店已经引起了社会恐慌 各界都把压力给了特殊科 康科长叹了口气 把透明剪刀拿出来吧 我亲自使用 心置疑了 科长怎么能让您去 你是主心骨不能倒吗 我这里整理了一份名单 里面的多数得了绝症 都想留一笔安置费给家人 他们都愿意去冒险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我也可以来的 康科长直接站了起来 就这么定了 最坏不过是看不见或听不见 毕竟我的灵力是最高的 受到反噬的伤害也会是最小的 能灭掉怪异而不出现伤亡 才是最好的 去地下室等我吧 与此同时 袁真斯直接把假千语白打回原井 果然是一只木偶 而同一时间 他怀里的那个娃娃突然破嘴 接着一丝不挂的千语白 镜头里面钻了出来 哭泣的一把抱着他 社长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正当袁真斯猛逼时 房间门突然被打开 回头一看 竟是那个小波跑了出去 袁真斯立马说道 你快把衣服穿上 我去追那个家伙 没想到野生怪异居然有灵质 随即直接开启小眼的能力 却没有发现他逃跑的踪迹 看来是还躲在公寓里 接着给知安处打去电话 为我是幽灵 现在发现人形过我怪异 需要你们介入撤离平民 同时收缴一切人形过我玩具 集中摧毁 而此时袁真斯也知道 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他的规则 只能先等他再次出来再说 随后把千语白的父母都接了回去 让他们再确认一下 他是否正常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远处一个向小区外走去的人的背包 突然伸出一只手来 居然是那只躲起来的人偶 此时他正邪魅的看着袁真斯几人 而袁真斯几人回去后 就让千语白用一下硬币 果然硬币又恢复到往日的模样 随后一家人拥抱在一起 哭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 特殊科地下室内 康科长拿出了透明锦刀 看着眼前正不停响起鬼来电的手机 直接猛的对着那些音符挥出了锦刀 竟真的剪断了那些音符 可轻之二人却是一脸担忧的样子 就在这时 康科长竟突然发出无比惨烈的叫声 男人悠悠悠补全了鬼来电的规则 范围更是涂射之权 可没想到他却发不出声音来 原来是袁真斯一回到家 就看到碎了一地的鬼来电小区 大人你应该感受到了吧 他并没有死亡 而是被某种东西的限制 袁真斯直接拿出死亡补给 没事 很快就好了 接着直接对着小区无止一回 补全规则 音乐的中断不影响猎杀 范围给我覆盖到全部 原本破碎了小区 肉眼可见的粘合在了一起 前后一把抱住原真斯大哭 大哥哥 好可怕呀 感觉身体被剪成了几分 可突然他指着自己 哑哑的发不出声音来 原真斯一惊 怎么回事 这是笔记提醒 克舒科同时使用透明剪刀和剂面号角 不仅剪断声音 还吸入到了号角中不能传播出去 但是代价也相当大 那就是要牺牲一万人 这辈子都发不出声音来 原真斯摸了摸小区 不怕我再补全一下规矩 可是却发现传说店不够 只能再等到 与此同时 克舒科医院 心智看着眼前被補成纵组的科长 继练号角已经使用 伟来店已经被限聚无法过来 而那些失去声音的 治安处明天会开发布会 说是有不法分子 投资倒退的声带永久受损 同时智囊团也给他们补偿了 并签订了相关保密协议 相信他们不会傻到 不要巨额赔款 不过关于科长 现在这种情况 这是科长打断了他的说法 对了红衣那边准备的准备 心智知道科长不想再谈他受伤的事 只能佩合的回答 他一直在准备没有问题 对了你们还是给他开个送别会 顺便把幽灵也叫上 科长这样合适吗 正常情况他是不能知道的 科长却说 没事 像他这样的能力和心心 我们只要真心对待就好 不管你还是想试探火星 最好都要助其一臂之力 就这样原真斯被请到了食堂 此时他一阵无语 偶一次聚餐定在食堂 红衣立马大叫 这可是五星级大厨做的 你在外面吃得到吗 心智喝了口水 真是扣扣搜搜的 好歹几千万的 红衣突然大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 今晚我就要去见黄泉少女 能不能给我留点棺材 原真斯看着红衣 你们叫我来 不单单是为了送行吧 心智拿出一张卡 这是储林网的会员卡 一个顶级财阀店里 发布储林任务的网站 为什么给我这个 难道想要我去打工 不管再怎么 遇到怪异都得隔皮 虽然特殊客不缺钱 但是背后都是智囊团在操 原真斯看了看看 我还是没明白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一旁的妹子说道 还不是因为你之前 除了恶邻居 在监察者圈子里名声喝起 很多大人物都想找你 这是亲自说道 你能力比肩 却又能对弱小宝 所以我们希望 你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这是提供更多的渠道点 不过有个问题一直想的 就是怪异轮到你之前 莫名消失 是和你有关吗 原真斯一听心里 顿时喊了口 看来还是自己对怪异太积极 但他们有了些疑惑 随即微笑道 这个我不知道 可能是看到我能力想 吓跑了吧 你们也知道怪异是杀不死 心里却想 估计被小野都给吸收殆尽 随后假装生气说道 亲自 不管你信或不信 我都过了检测了 你的好意我收下了 心里却闷滋滋 正愁没地方找怪异 等我攒够团说 小薰就可以出来了 这时亲自站起来 就是有些疑惑 既然解开了就没什么 对了 智囊团像先生可能会找你 他的孙子失踪了 完了完了 原真思的灵魂被禁锢在一张画里 原来当原真思在给小爱同学培训 让他如何去应对等会红音来找他的问题 随后让小眼和小薰抽查一下 小爱的学习成果 而自己因为接了智囊团像老找孙子的任务 正在瞅看从什么地方开始着起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眼睛一迷糊 随后就直接晕了过去 当再次醒来 发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同时感受到灵魂和肉体分离的痛苦 这时无数个声音传来 我要杀了你何解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放我出去 原真思才发现这像是一个画室 其他的没什么信息 只能等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不过看起来不像是怪异 更像是用的某种道具 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一个人 看着原真思 你是我见过最冷静的灵魂 有趣有趣 不过我很不喜欢 你这幅居高临下的样子 随后直接撕开了画纸的一角 连带着撕到了原真思的灵魂 顿时一阵疼痛袭来 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害怕 还是说你是在假装镇定 这时原真思开口了 你叫何浅是吧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好大的口气 你自己都认我拿捏 怪不得杏田的要你的命 等会你就会和他们一样 哀求我饶了你 好期待好期待 原真思一愣 我有认识杏田的这号人物吗 算了不跟你玩了 名字和脸我都记住了 接着整张画纸镜字燃了起来 何浅一脸猛逼 他怎么还能自杀 不可能不可能 灵魂都被我禁过了 怎么还能自行两断 这时身后话里的灵魂都嘲笑了 你完了就等他来收拾你 何浅不信原真思能逃 他一定是自杀的自杀的 与此同时 原真思在家里醒来了 随后直接拨通了特殊科电话 我是幽灵 帮我查一个叫何浅的画家 长头发戴眼镜 很快就得到了何浅的信息 15分钟前在黑夜酒吧出现 原真思换了一身夜长小王子行头 来到了这里 随后直接开启了小眼的探视门脸 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此时他们正在聊天 田忠泽 这男子和你有什么仇 秦迪亚 我看上了那个心理医生 可他拒绝了我 说有喜欢的人 我就查到他身边出现这小子 就来找你了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小子底细 能有什么底细 再说你怕什么 什么大财阀大人物都被你拿捏 这时原真思已经到了他们不远处 接着直接顺移到身后 两位很有闲情意志嘛 要不请我一起喝一杯 我还没去过酒吧呢 二人一惊 是什么人 凭什么跟你喝酒 这么快就不认识我 刚当你还要让我求饶了 不可能不可能 你都自杀了 怎么还能活着 说吧你是怎么搞到照片的 什么照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哦是吗 我可是听得很清楚的 接着打了个响指 远处的手机竟自己飞了起来 交代你的罪行 否则打断你的四肢 然后全将位于 男人这次是真的发飙了 原来当原真思找到了何浅二人后 原本想杀他的田中泽 立马跪在地上求饶 我只是一时色迷心巧 表白悲剧后 偶然看到他手机上的合照 猜测那一定是他喜欢的人 所以你就收买了他朋友 偷拍雪梨的各种照片 以及我的照片 然后就让何浅干掉我 你真的是不知道死字怎么行 我真的是瞎了眼 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吧 原真思摇了摇头 把他带下去执行死刑 刚赶到的治安处的 直接一拥而上 随后原真思转过头 看向何浅 先带他去他家看看他的节奏 与此同时 正在做美梦的雪梨 接到了原真思电话 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幽灵大人 您有什么吩咐 事情是这样的 很快原真思就把情况给他说了 怎么处理你自己觉得 然后就挂了电话 雪梨清楚 这件事应该危及到了幽灵大人 此时先告诉我 是给我留点颜面 我必须处理干净 随后打开了同屋闺蜜的房间 此时他闺蜜正在直播 感谢灵先生的火箭 随后看到了雪梨 你怎么不敲门就来了 杏田的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拍我照片 没有了没有了 这不是你年纪也不小了 我看杏田的条件也不错 他想知道情敌是谁 我就顺便帮忙拍了一下 原本以为雪梨会发飙 他却突然变了个脸 那谢谢你啊 我看你直播挺辛苦的 干脆给你介绍份好点的工作 小金一把抱住雪梨 真的吗真的吗 你真好啊 此时他心里觉得 肯定是杏田的得手了 他才来谢我 以他的人脉 介绍的工作肯定不赖 雪梨摸了摸他头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副业吗 明天带你去 这份工作可是一辈子 只有一次机会 与此同时 原真思一行人来到了和浅的画室 被囚禁的灵魂见此大脚 和浅你也有今天 杀了他杀了他 而原真思则看向不远处 找到你了 接着对着桌子上的一支笔一锡 却发现竟然不能控制 看来是绑定了和浅的规则道具 可原真思好奇 正常使用这种东西都会失去点什么 随后看向和浅 这道具有什么作用吗 你快说呀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可和浅还是不开口 原真思叹了口气 要知道我折磨你的手段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随后直接释放出强大的灵压 直接让和藤的浅生不如死 我和小爱的融合能力 不是你个普通人能承受的 这是和浅用力抱住原真思的腿 我说我说我说 只要你饶了我 而原真思却阴沉的笑了 这些话里的人都还不知道 他们一辈子不能出来了吧 你好好交代 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这是和浅突然癫狂的笑了解 用一次这个笔 自己不会失去什么 但是会失去一个朋友 原真思一论 这类似替死技能 还真是有点意思 那你的朋友还没死完 和浅说道 我杀人赚钱 然后再交朋友 这笔对朋友的界限很模糊的 所以我就去那些酒吧里请一些人甩 很快就成为了所谓的朋友 这样就可以无限使用下去了 就在这时 一个人拿着一个话框下来 大人这个灵魂要和你说话 你好大人 我是相家的相真 果真等到了你 原真思疑惑 难道你在话里还能联系特殊客 不是不是 只是我相信他的这种做法 早晚引起你们的注意 知道了来龙去脉 原真思安排人把相真送到相老呢 而和浅直接嘎了 这是和浅拼命的求饶 大人我可以当你手下 你想杀谁我就帮你杀 而且这笔要求画的真实才有效 这是原真思饶有深意的转过头来 不知道他能不能囚禁怪异了 这次万一英雄 可是没想到 这次万一一回 当天学科知道 四九三年有期待 四五年会 也正确认在一旦 无法 他们其实早就参与 只剩一套 正确 不可 所以你交易起来 现状不愧 可以在一家 所有的死亡的少女 性质量 广播 影响不透 现在转移 只能说他能不能 像是想说 才能够起来 像是说 其实 我们可以让小师的 就在这些 结果 我们像是 像是 像是 这次 上次 大力 大力 三 只要 成熟打开 小学者不断的训练 让进去 接下来就自己的帮助 真实力 真实是 极体者 或你决定者 能听到的数据 就像决定 原创数据 从我们都明白 能不能去跟我们的 比起像决筹 制作的部分 他对视频者 原创数据 原创数据 那么以后 那没有可以 固定的规矩 第二天 原创数据 将将军中心去 调整的学生 后来就像决筹 一样 就像决筹 一样 其次固定 原则所有将副极致作用作用过瘾 尽量想发现那些场合的时间 本身的红色被我们的帮助 都去过第三次的约 虽然他与其不久 现在他做了手机 虽然他真是这样的 伤务动力量 可是他已经去追踏很正常 虽然他提前走进来 可是你们都是疯狂的 看我只有自己表现的能力 没障碍 还是没有人 不许多人的 只能随心 身体上 别突然刷到 原则与其他 他就用分析 实际上一刷 原则与其他 医生没有知己就 随心相应上 到平时 可以去 谢谢他 能不能出去 无论认真心 是真心 我要听伤害他 医生没有保护 医院长大 医院长大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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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拥有死亡笔记的男人 此时也躺在了木盒子里 原来原真思 为了查出是否有怪异 让院长给他 安排一台戈兰尾手术 反正那玩意 在成年后就没有什么用了 现在主要是感觉 这次的怪异 是个大家伙 只能冒险以命 换他的杀人规则 而且收复了 肯定有大量的传说点 随后很快就躺在了 手术台上 而小眼则 时刻的关注周围情况 却没有一丝异常 原真思加上小薰的能力 也没听出什么异常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 此时麻药镜突然上来 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再次醒来时 手术却已经结束了 原真思回想自己不应该睡去 因为是局部麻醉 那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怪异的手术 这时原真思问护士 今天还有手术吗 有一台心外科 那你去传达一下 我要旁观 护士小心翼翼的出门 这个人可是院长打过招呼的 什么都要满足他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而此时原真思发现 刚刚并没有损失寿命 那么自己只是睡去了 不过现在身上若隐若现的 有种不适感 很快就到了下午手术 原真思则在一旁静静的观看 就在医生把病原心脏取出来时 原真思突然听到了一个开门声 要不是五感增强 还发现不了 竟然凭空出现了一扇门 随后想也不想直接走了进去 一进来他就闻到一股血腥味 立马开启小眼探测能力 却只看到前面有一上一下两道楼梯 此时他不清楚该上还是下 就在这时 突然楼上一股明亮醒来 原真思只来得及发现 却做不出动作 最后静静的躺在了那里 寿命也直接减了一天 当原真思再次醒来 民众的看着上面的楼梯 看来是行不通了 现在要么回头 要么就走向下的楼梯 最后还是决定先冲出去 可是突然场景一遍 他竟然躺在了手术台上 身体根本就不能动弹 自己的能力竟然被限制 此时他才发现 应该是进入到了怪异的规则之中 而医生们却直接拿着电子 慢慢靠近原真思 先把心脏取出来 男人竟用死亡笔记 给自己补了颗心 原来原真思心脏被强制拿走后 寿命数量直接减了一天 接着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过此时他还是心有余悸 那种疼痛感太强烈了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原真思顿时杀气喷涌而出 可没想到却是医生推着人进来 还把他们吓了一跳 原真思也大呼一口气 原来是人要 不是气不打一出来 这里是重症事 不要在这开玩笑 出去 原真思无奈只能出来看看 可是外面区一点异常都没有 难道整个医院的人都被催眠了吗 突然他摸着胸口 不对 当时自己的心脏是被取出来的 接着发现胸口竟然没有心跳 没有心脏怎么可以活着 接着竟直接死了 同时消耗了一天寿命 不过得到了怪异的一个规则 没有心脏无法存活 随后又准备复活 不过得先补全心脏 这时笔记提示需要消耗两万传说 原真思二话不说直接统一 接着一个鲜活的心脏出现在他面前 随后直接被胸口给吸了进去 最后才缓缓的复活了过来 不过刚刚没心脏还能活着 应该怪异给自己下了暗示 直到自己意识到 才又死去 可奇怪的是 医生护士为什么不提醒 胸口有个洞这么明显 这时原真思看着远处护士 美女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如果人没有心脏 会死吗 你很奇怪 当然不会死的啦 那给我做心脏手术的林医生呢 根本就没有给你做呀 林医生都请假了 随后护士出了门 这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原真思此时知道 果然是被篡改了 这怪异的规则 不仅骗了意识 连身体都被骗了 突然想起 之前是做心脏才出现这些情况 这应该是关键点 随后笔记提示 激活建筑认知怪异 怪异名称 人体医院可还是有两条规则未击武 这时原真思却笑了 随即伸手挥向远处的衣服 原来如此 建筑怪异控制医院中的所有人 那么接下来就是找出你的弱点 不过的加快速度 否则整个医院的人怕事都要打 这时已经有人开始出现了反 可是这人却是呼吸衰竭 而不是没心脏的原因 难道还有什么规则 男人本是死亡笔记的主人 这心脏竟自己飞了出来 原来当原真思发现医院死的人 竟然是呼吸衰竭 就立马打电话给院长 为我要观摩最近的呼吸衰竭抢救 可院长竟回绝了 不好意思啊 原先生 抢救是人命关天的事 不能有差错 所以原真思立马打断了他 那麻烦给我安排一台肺部手术 随后很快就让他观看 一个肺结合女病人的手术 原真思发现在手术前 原真思二话不说 闪身进到了里面 随即开启了战斗模式 这时上次遇到的血潮又来了 他立马朝着向下的楼梯捧去 可是却没想到是断头路 而身后血潮马上就要到了 这时他做了个大胆动作 直接跳了下去 反正都是死 那就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 没想到竟然不是悬空 而是倾斜的墙面 接着就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而这时 突然面前出现了一道门 上面写着肝脏二字 难道每个器官都有一个门 就像之前自己进去的心脏一样 那进去之后 是不是可以又发现其他的门了 看能不能找到逼死的办法 随即直接闪身进去 反正拿这条命厅 接着发现肝脏还是有血潮 随后又去到了胃 肾脏 还有大肠 小肠 可是都同样不能逼死 此时原真思身体突然有点吃不消了 不应该呀 好歹自己可是四阶的强者 随后想着 现在就剩下大脑没有去 可就在这时 地面突然塌陷 原真思直接落了下去 最后掉进了一片叶极 好浓的血腥味 这里是哪里 抬头一看 竟然是通往心脏的门 而不远处竟然还有一些残破的纸杖 可惜看不清血了什么 不过这应该是有人来过了 随后把这些放到的衣服里 就在这时 突然无数的门连接着一些东西 竟然是一颗巨大无比的心脏 原真思此时明白 原来一切都是在供养这颗心脏 他立马准备动手毁了它 可这时 那个心脏突然跳了一下 而原真思的心脏竟也跟着跳了一下 接着感觉他在吸引自己的心脏 而且用灵力竟然压制不住 随后直接暴体而出 融入了那个巨大的心脏 而原真思则又损失了一天寿命